一中天 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博奖 夏秋年 第五卷 从春秋到战国 第三章 南方崛起 血染的霸业 楚庄的称霸 很艰难 的确 如果说西桓公是不战而霸 晋文公是一战而霸 宋湘公是战而未霸 秦穆公是战而半霸 那么 楚庄王则是屡战而霸 血战而霸 苦战而霸 其中最惨烈也最悲壮的 是成就了庄王霸业的为宋之意 说起来 这场战争的祸端 其实在楚庄王 其因是有一次 庄王同时派出两个使节 分别出使晋国和齐国 出使晋国的 要路过正国 出使齐国的 要路过宋国 庄王却吩咐二人直接过境 不得向郑宋两国借道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 因为即便是周王的天使 哪怕路过罪儿小邦 也要借道 以示对该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 楚庄王不准自己的使节借道 岂非罢道 没人知道庄王当时怎么想 只不过正国在此刻 早已被打得服服帖帖 多半会忍气吞声 宋国则不同 他们在两年前跟晋、魏、曹三国建立了攻守同盟 盟约规定 如果有谁被人欺负 当供救之 叫续病 如果有谁背叛同盟 则供讨之 叫讨二 这个条约 宋国执行得很到位 而且也只有宋国执行到位 以宋人之刻板较真儿 岂能容忍楚国的此等行径 何况那位过路的使节申州 以前还得罪过宋 于是申州叫苦不迭 郑国聪明 宋国糊涂 路过郑国的肯定没事 我死定了 庄王却说 敢 他要杀了你 我就灭了他 庄王说这话 实在是太小看宋国了 一个世人尚且可杀不可辱 何况是一个邦国 面对楚人的蛮横无礼 宋国的执政画原说 突经我国而不戒道 这是把我国看作他们的边陲小镇 等于是亡国 得罪楚人 引来兵货 也要亡国 如果同样是亡国 那就宁肯死得体面而有尊严 瞎注 杀害孔子六世祖孔府家的画都 就是画原的曾祖父 结果申州被杀 储庄王文迅一甩袖子就往外冲 随从们追到前院才送上鞋子 追到宫门才送上配件 追到街上才扶他上车 气得发抖的储庄王 下令立即发兵为宋 而九头鸟冲冠一怒 宋人是抵挡不住的 鲁国甚至赶紧表态 站在楚国一边 被围的宋人一约向晋国告急 然而让画原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晋国这回做了缩头乌龟 晋景宫倒是打算救宋 却被一位大夫拦住 这位大夫说 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瞎住 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出处 这事我们管不了 上天正眷顾楚国 我们岂能争风 是河流湖泊 就要容纳污泥浊水 是山林草野 就要藏匿毒蛇猛兽 是美玉 就一定隐含瑕疵 是国君 就必须忍受屈辱 这是天道 君上还是等等吧 于是晋国按兵不动 一箭不发 只派了一个名叫谢阳的使节 去安抚忽悠宋国 可惜谢阳路过郑国时 却被郑人抓获送进楚营 楚人用重金贿赂谢阳 要他去送假情报 谢阳三句不成 只好答应 然而 当谢阳登上楼车 向宋城喊话时 喊出的却是 宋国弟兄们顶住 我军全部集结完毕 马上就到 上当受骗的楚庄王 勃然大怒 下令要杀谢阳 庄王对谢阳说 出尔反尔 什么意思 非我无情 是你无信 上刑场吧 谢阳从容应对 面不改色的谢阳说 君能发布命令 叫义 臣能完成使命 叫信 以诚信实现道义 叫利 义无二信 信无二命 哪有同时完成两种不同使命的 一个使臣受命而出 使命就是生命 又岂能被人收买 先前应付君上 只不过为了把寡君的话带到宋国 那才叫做守信 于是庄王放谢阳回国 其实 谢阳喊不喊话都无所谓 事实上 到鲁宣公十五年的五月 楚人军粮已尽 也熬不住了 庄王只好下令收兵 申州的儿子 却跪在了庄王的马前 前面说过 申州是明知必死无疑 也硬着头皮前往宋国的 他这样做 一方面固然因为亡命难违 臣道有责 另一方面 也因为庄王夸下海口 许下诺言 现在 申州已慷慨赴死 庄王却言而无信 此话怎讲 楚庄王无言以对 也无言以对 这时 楚国的另一位大夫 出了一个主意 在宋国的郊野盖房子 修水利 开荒种地 而且说干就干 传递给宋人的信息 也很明确 申州之仇 非报不可 你们一天不投降 我们一天不走 一年不投降 一年不走 一辈子不投降 一辈子不走 反正我就跟你们杠上了 看谁扛得过谁 宋人闻讯 举国震惊 欲哭无泪 因为从去年九月至今 宋都被围已八九个月 城中早已利米无存 国人只能交换孩子 杀了吃掉 拆解尸骨作为燃料 哪里还能再坚守 此刻 请问谁能救宋 也只有他们自己 宋国执政画园挺身而出 半夜三更潜入楚营 把楚军统帅子返 从床上叫起来 话员说 寡君派原来食言相告 毕国弹尽粮绝 只能一子而食 西海已吹 但即便如此 要我们签订城下之盟 则无异于亡国 断然不能 如果贵君能够后退三十里 唯命是从 现在轮到楚人震惊了 他们退君三十里 与宋国签订了条约 相约 我无尔诈 尔无我余 瞎注 这句话后来演变为成语 尔虞我诈 并以化缘为人质 至此 鲁 宋 正 臣 皆从楚 楚 霸业成 但这是怎样的霸业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